好,各位大家好 就是最近呢,我有訂包裹 然后呢 因为我在虾皮找不到我要的东西 应该是说有找到,但是比较贵 所以在淘宝里面 买了我一直想要的可以 那个杯Ski,还可以放 那个Ski鞋子的一个 雪袋 好,那 诈骗很厉害,我跟你讲 清光的当天啊 那隔天一大早就收到这个包裹诈骗简讯 那 真的很厉害嘛,对不对 那没关系,我们看一下我怎么去破解个东西,那 我想说可以供你做参考,那 避免呢,不小心你也被害到,好,我们来看一下 看下去 你看啊 就是海关时明日最近发生的事情,就是我包关的日期是4月23 你看4月24一清晨,那就等不及了,就想要来骗我了 我觉得他可以去当快递,真的非常厉害 非常的有效率 好,那而且什么 余欠资料啊,我们无法运送你的包裹啊,编号,一大堆号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破解第一点是什么 你看啊 提单号码根本就不一样 这个包裹号码 这个提单号码 两个是不一样的 可是看你做的很像 OK,你不小心你可能就点进去,那你可能就会被害,OK 重点啊,不管怎样就是 手机 提供的连接,我建议你要 连接千万千万千万,不能点,重要的事情说三次 因为就是不能点 那也许你可以去点检查连接这个东西,好,那这个怎么来的,我们继续看下去啊 好,那不能点怎么验证呢,我们可以安装whose call,就是在手机的app都有 那如果你安装的话,它出现一个检查连接这个东西,OK 那预设简讯呢,我会建议由它来开启,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检查连接的 那我还是不建议你去按这个东西啦 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按错,可能就会直接按到上面这一个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就是你去问你的局运商,曾经有没有这件事情 那因为我猜如果出事啊,whose call 不知道是不是愿意负责 那不过我是有 借由whose call去查 那跟我讲是有问题的,没关系,那我们还有一招,我们继续看下去,OK 我们继续看下去,OK 好 破解二 我们自己验证其实也是可以的,OK 那 我们看一下 不过还是沉浸一下,就是如果机运商跟你说没问题,就不建议这么做的,因为还是有风险 那就是说,在我跟机运商沉浸的时候,跟我说我没缺资料 那因为我还是很好奇嘛,所以呢 我就请出了Google大神来帮我,结果他说什么,看一下呀 Google大神说,前方有诈骗啦,OK,前方有诈骗网站 因为网页中的内容可能会误导你安装恶意软体 或让你提供密码 信用卡等资讯 所以我是用Buybox,他已经封锁了 其实我 不太 比较不在意说他 诱导你安装恶意软体或提供密码 因为我绝对不会提供 重点是你可能不小心点进去之后,他可能是一个执行档喔 你根本没有机会去阻止他,就直接 害到你的 那因为你的手机都有一些 信用卡或一些资讯,所以非常重要,千万不能在手机去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很不小心按到他,所以非常的危险 如果你真的要验证的话,我也建议你,就找一台没有各自的电脑,装好防毒软体 那网址啊 OK,哦,这没有出来,OK 网址你只能打到.com,这个后面这个就好了喔 如果后面有bilibad,就这样,打到这里就好了 后面如果有一些文字的话,你千万千万不要打,千万千万不能打 因为你可能打开就会是执行档,你的电脑就被害了 这就是说,为什么说千万不要在手机去检查的原因,因为 怕你按错 第一个,风险太高了 但还是一句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找急运商,沉浸这件事情就可以,不然你就打165吧 那 那其实就是,依据我自己急运的经营呢,就是说我当天清官,那 我要在,他是透过黑猫,那个急运商透过黑猫 到黑猫要找到资料,至少要在 清官之后的第2天 那果真在第2天 我就还找黑猫找到资料 而且黑猫跟我讲 那个什么鬼东西的啊,可以一下,可以一下 这个TW根本不是那他们那个黑猫的 那个单号 真正的T单号嘛,就是这个90开头的 好,那 这次的分享到这里啦,那我希望就是说大家能够就是不要因为一时的慌张 然后不小心就点进去了,因为真的风险非常的大 还有就是大家要 看好自己的荷包,管好自己的资讯 那如果你朋友有遇到这种什么简讯的话 也要奉劝他,就是说千万不要去点 好,那这次的分享到这边啊 最后谢谢您的观看 如果这视频对您有任何帮助的话 还请帮忙订阅,点赞跟分享哦 一下这个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ROBERT